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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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我們GSUK 所以跟大家來到 南岸 南邊海邊一個城市 叫做East Point 看看新樓盤 樓盤的名字叫做Middle Point Place 正正前面 就是這個盤的 銷售辦公室 David Wilson Homes和 Boris Homes 是聯手合作的 我們兩個的 盤都會介紹 的 我們就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尺寸計劃 我們現在身處的位置 大概在這裏 銷售辦公室 我們看到的黃色那些全部 現在正在放售 這個是David Wilson Homes 的單位 放售的 有這邊這幾個單位 上面幾個 賣完這邊之後 就會向這個方向發展 有沒有其他的 David Wilson的新盤 就不知道 下面那些已經賣光 已經在進行火 我們進去之前 都賣了一些廣告 其實我們都和發展商合作 我們手上有幾十個 樓盤 英國各地 大家可以看一下地圖 基本上周圍都有的 那我們就進來 The Holden這個示範單位 看 都是傳統的紅磚屋來的 這個單位呢 都大的 都有1539尺 入到來呢 是非常之寬落的 可以直接看到 廚房 還有客廳的 你先看這個 GAME Study Study都算是大 如果不做office的話 可以來做打機房 非常之不錯 接著就到客廳 客廳也是很大 好舒服的 這裡的樓盤大概是2.3米左右 接著它的對面呢 就是樓下的WC 是有窗的 還有 它裡面還有一個 房中房 一個都很大的 Storage 而且我也很喜歡 它的門是 玻璃門 這裡到廚房了 廚房的感覺也是很寬落的 有五個火的明火爐頭 而且每個都是大的爐頭 這個 這個更新了 廚房的大硬盤 那個配的 標誌 都很不錯 真的挺不錯 有很多位置的 也有兩個焗爐 這個雪櫃呢 這個雪櫃呢 就在這裡 現在中間就放一張長桌 一張白人飯桌 你可以選擇 這樣打橫就行 或者打直就行 那兩邊其實都差不多 我都很喜歡它這個 PATIO DOOR 還有它上面 所有小的窗都是開到的 那它旁邊呢 就有一個 Utility room 夠位放小衣機 和乾衣機 那這裡呢 也都是 有一個熱水爐 這邊呢 還有很多位置的 材料 所以這間屋呢 不用怕是沒有位置的 有很多位置的材料 有很多位置的材料 對啦 那在這個Landing這裡呢 也有一個窗的 還可以開到的 那我們呢 就由右邊逐間去數過去了 這間是一間偏小小小的房子 但其實都完全不小 這邊放一張箱 在單人床之後呢 這邊放在單人床之後 這邊呢 也有一個位置可以放在一個衣櫃 那它旁邊呢 那它是一個 那它旁邊呢 Family bathroom 那有Bath tub 那 那再一次 擦手盆 那這裏呢 也有另外一個 的Shower 那還有呢 有窗 那這隻窗可以開到的 那那裏那裏呢 那個浪無巾非常的呢 就放在進去後面了 那這個是一個更增的吧 那 那麼 那個不要緊要 我們可以幫你爭取更增的 然後到這間房子呢 那這間房子呢 那房子也是強過馬 那兩隻大的窗 接着他去另一间房之前,这里有一个充满的 那里的充满都够大 那我们就到主人房了 主人房是非常宽敞 主人房亦会有一个on switch 主人房也是有窗的 到最后就到这间房了 也是两只很大的窗 和这边呢,他现在弄了个衣柜 一般来计呢 正常的房子除了主人房之外呢,都是不包装衣柜的 但是呢,我们可以帮你争取 好了,那我们就看完了这个 HODEN这个示范单位了 我觉得这个单位挺适合的 因为它够大,1500呎 还有它也没有什么浪费的 我觉得这个单位挺好的 我挺喜欢的 我们就看另一个示范单位 三房单位来的 这个屋形叫做Hartley 那我们就看看这个Hartley的屋的外表啦 那看到呢,都是用了这个vendering的 那这间是独林谷啦 那看到呢 其实它这三边呢,都是有窗的 那这个呢,将会是这间屋的车房啦 那前面呢,都有三角的泊车位 好了,那我们看完外面之后呢 那我们进去里面看看啦 那进去里面啦 那进去里面之后呢 那我们直接看到这个游画WC啦 那我们先去了左手边看看厨房先 那厨房呢,都算是挺光亮的 这边有窗 玻璃门前面也有窗 那四个火的爐头 那也有一个utility room的 那是旧位置,洗衣机,干衣机 那还有个玻璃门在这里 那也都这里后面呢 还有只门呢 那些电标啊,那些东西就放在这里了 那所以呢,都挺多隐藏的 储物空间 那说回厨房先啦 厨房就,我这个size不是叫做太大的 那这边也都有个冰箱 那这个袈子呢 那这边呢 那这边呢 那这个袈子呢 那这个师子都够深的 接著就到對面了 因為現在始終比較硬一點也有兩邊窗 這個廳的尺寸我覺得是挺好的 尤其是如果是一間三房來計算的話這個廳也算大 那它就跟廚房是分開的 有些人喜歡有些人不太喜歡 那喜歡的就可能覺得廚房油煙不會供到尾邊 我下面有一個WC不過是因為屋的中間所以沒有窗 那有些人就像我一樣我喜歡打得通的 打得通的有很多個選擇 你可以開派對的時候 那四星八大等其實真的開心很多 還有沒有那麼容易撞人多的時候 人多的時候這個位置就有很多人出入 接著就到樓上了 這邊有兩間房子 我們先看看這邊 現在呢 它就放了兩張單人床 這邊也有一個Storage 就是樓梯上面的Storage 那如果不放兩張單人床一張單人床一張單人床 一張單人床行不行呢 絕對夠位 然後旁邊呢 那就是個 Family bathroom 那真的是bath 那這個就是標準啦 那它也是沒有這個 一個的FASA 但不要緊要 我們可以幫你爭取 亦都是有窗的 那這個樓梯英架也算是挺高 不過如果闊一點就更加好 然後這裡呢 就是一個Storage 可能都夠長的東西啊或者是小劫 那樣的 然後這個呢 那就是個 Bathroom 1 那這間的樓梯大概是兩米三左右 樓下和樓上都是 那這個衣櫃呢就放了在 入門口的位置 那也都是有個 en suite的 shower room 那是有窗的 那這個size來算呢 我覺得就稍微偏小了一點點 所以呢其實 其中間就是把這個樓梯英架呢 都可以說是 把這個樓梯弄在這個位置 那其實OK的 那大家要留意啦 那都要 用些位置來 放下一些 toilet trees的東西 到最後呢 就看完這間房了 這間房呢可以說是一間屋 比較小的房子啦 那但是其實呢 可以看到 放在單人床 然後還有一個衣櫃 還有 放在這個的書桌 那整體來算我覺得 這個單位都OK的 同一個樓梯來算啦 那我剛才看過 兩個單位 HODEN 那還有這個 HODEN 那還有這個 那坦白說我會 喜歡HODEN多一點 但是呢 HODEN也是 貴一點點 大一點 HODEN 那今次呢 介紹這個單位 到這裡為止啦 那我們 跟大家看一下外面的環境啦 看了一個 那我們看一下外面的環境啦 那看到呢 也有不少的單位 已經進了火的 那再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整個環境啦 整個 Eastbourne在哪裡呢 或者這裡距離Eastbourne多遠呢 那剛才也提過啦 那有巴士可以直接去到Eastbourne啦 那Eastbourne的話 他要來這裡 大概是開車的話 其實10分鐘已經去到了啦 那最近的火車站呢 那是Hampton Park Hampton Park 大概1個小時20分鐘 可以去到倫敦的 Victoria 這裡附近呢 也都有超市的 例如走出去啦 其實走大概10幾20分鐘的話 都有Tesco的超市 如果走得遠的話呢 不要緊要 剛才也見過啦 有巴士 那兩個公路以內呢 大概是8分鐘啊 10分鐘的車程以內呢 其實都有大量的超市可以選擇啦 有Saintbourne啊 有Morrisons啊 Audi啊 Liddle啊 所以基本上超市是不用擔心的 是沒有得選擇啦 那看到這條街呢 其實呢 都算是保持得挺乾淨的 尤其是呢 它不是完全蓋起來的話 其實都是這麼乾淨的話 其實都不錯啦 那前面也有不少的小朋友在玩的 那這個整個屋苑呢 那是有445個新的單位啦 那現在去了一半左右啦 那去到2024年的年尾呢 那應該全部是員工 整個項目是員工的啦 那所有的屋苑呢 那所有的屋苑呢 都是3屋苑啦 那這次介紹這個單位呢 到這裡為止啦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去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的channel 如果大家是想透過我們 可以在英國租樓賣樓 裝修 又甚至乎賣樓呢 亦都很歡迎隨時找我們的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